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鞠 轮回阁内 参天古树无数 那一棵棵大树枝叶繁密 树人怀抱粗喜 白雾般的阴晕在丛林中栩栩流淌 若了其中让人不由生出了一种只剩梦境的奇妙感 阳开漫步行走在林间无声无息 一棵棵参天古树垂下了万千枝条 没有风却在轻轻摇摆着 仿佛在欢迎进入这里的客人们 大多数的古树的树身都是闭合着的 只有少数古树的树身敞开着祸口 形成容忍的树洞 这里的古树分有两种 应对着男女之笔 那些树身闭合的古树暂且不论 有些古树敞开的祸口是在树根位置 有一些却是在树腰的位置 所有进入此地的地子都需要进入那些祸口 容身树内借助这一片丛林的神秘力量 如此方能进入真正的轮回阁中 历练轮回魔力心境 轮回阁的一些事项 于想叠三日前已经跟杨开仔细说过 所以他知道那些祸口在树腰位置的 是女弟子进入肢底 而祸口在树根位置的 则是男弟子进入肢底 两者看起来没有多大区别 但其中却各有不同 若是选择有误的话 是没办法进入真正的轮回阁的 阴阳天的女弟子在进入此地 设下的心脏难度 也跟容身的古树位置有关 越是往深处 心脏的难度就能设下得越高 那些心脏设为三生三世者 在这外围随便寻一棵古树即可 不必要深入其中 不过曲华商给自己设下的心脏 绝对不止三生三世 所以杨开觉得 自己还是往深处走走比较妥当 男弟子进入此地 与深入多少距离没有多大关系 但他还是想与曲华商距离更近一些 纵然他也不清楚 曲华商到底藏身在哪一棵古树之中 半个时辰后 杨开来到了密林的深处 前面一棵古树挡住了曲路 那古树的树根处有一个祸口 形成了一个可容忍的树洞 垂下的枝条舞动不休 杨开正准备继续深入的时候 却忽然步伐一顿 扭头朝自己肩膀上望去 肩膀上一只垂下的枝条弯曲 仿佛化作小手一般 勾住了他的衣衫 杨开不再前行 而是转过身朝一旁古树的树洞行去 轮回阁是恋心之地 最为看重的便是心意 余香底之前叮嘱过他一切顺其自然 杨开准备照做 入了那树洞 杨开盘膝而坐 树洞的面积不小 他坐在其中并不显得拥挤 而在他静气凝神的片刻之后 原本的树洞忽然栩栩蠕动起来 慢慢合拢 直到完全闭合将杨开整个人包容其中 从外面看起来 这棵古树也没有半点曾有树洞的痕迹 思绪在飞扬 杨开均守兴神不作抵抗 某一瞬间 整个人的神魂仿佛脱窍而出 再穿过一条五彩斑斓的通道 通往那遥远的未知之地 一切都跟余香蝶说的一样 所以杨开静静等待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似乎只是一瞬间 又似乎是千万年 那五彩斑斓的通道前方 忽然出现了一抹亮光 光亮在眼前迅速放大 直到占据整个视野 与此同时 杨开忽然发现 飘荡的神魂有了落脚之地 重新具备了一具身体 耳畔边传了一阵刀剑碰撞的声音 叮叮当当不绝鱼耳 热闹至极 四周更是传了一声声 叫好和欢呼 杨开抬眼四望 这才发现 自己正站在一处擂台的下方 四周密密麻麻挤挤满了人 而在那擂台上 两道身影交错翻飞 打得不可开交 杨开观望片刻 发现这两人用的招式 虽然貌似精妙 但好像仅仅只是招式 并没有多少力量 蕴藏其中 他眉头微皱 默默地感受了下刺身 体内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已经在经脉中流淌 这股力量不是灵力 却又与灵力大致相仿 让杨开稍微有些不太满意的是 这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 几乎只相当于一个开源三层镜的舞者 不等他在仔细熟悉眼下的情况 四周草杂的生意再度席卷而来 却是擂台上的两人分出了胜负 两人似乎也不是什么生死之道 其中一人技高一筹 另一人奇差一周 豹权说了一句 某家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对方回一句成让 表面看起来何其荣荣 这就是真正的轮回阁 也可以称为轮回界 轮回阁中 包含了无数个轮回世界 每个人进入的轮回世界 可能都不一样 唯有彼此心意有所牵连的人 才会进入同一个轮回界中 历练轮回 从眼前出现的场景 杨开可以推断出 这一次自己进入的轮回界的 舞蹈水准很低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来此地的目的是取华商 并非如上次进小园界历练一样 要争霸天下夺得身兵 武力高低 其实关系不大 他可以确定的是 取华商必定也在这一处轮回界中 可是该去哪里找人 他就一头雾水了 眼前的擂台之战 他没有什么兴趣 当务之急 还是先打探此地的风土人情 寻觅取华商的踪影 然而他才刚刚转身朝外行去 那擂台上 一个山羊胡子的老头子便碰着一张黄军走了出来 目光扫了一眼下方 口中浪贺 下一站 杨开 李安国 杨开回头朝擂台上望去 眉头微微一挑 一道魁梧身影从下方人群中跃出 几步来到擂台上 铁塔般的身子 砸得擂台都晃了三晃 猛熊一般的男子目光 屁腻下方 一把撕掉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黑乎乎的胸毛 挑衅道 杨开何在 所来受死 杨开咧嘴一笑 惊想 原来这就是余香蝶所说的顺其自然啊 这轮回阁的历练方式 与小元界似乎有些相同之处 在自己进入这一处轮回界的时候 此界无疑便赋予了自己一个新的身份 只不过名字没有变化 依然叫杨开 他正发愁打探不到曲花商的线索 可如今看来 这擂台站似乎与曲花商有什么关联 杨开转身朝擂台行去 一步步不紧不慢 周围人群主动分开 来到那半人多高的擂台前 杨开双手一用力翻了上去 下方围观人群一片空笑 所有上擂台的都想方设法地在表现自己 各种精妙的轻身之法 每每让围观者大呼过瘾 杨开这样愚笨地翻上去的 还是头一次见到 擂台上 吕安国双眼瞪如同铃 望着细胳膊细腿 弱不禁风的杨开 离嘴宁笑 你就是杨开 杨开左手扶住腰间的一柄霞刀 这刀也是他刚才才发现的 就挂在自己的左腰处 心头明了 看样子在此处轮回界中 自己的身份好像是一名刀客 杨开决定将这个身份好好扮演下去 虽然他也从未修行过什么刀法 但修为实力 到了他这个程度 已经一法同万法通了 左手扶刀 杨开露出温和的笑容 点点偷刀 正是 吕安国眼中凶芒闪过 口中立合 一拳倒步你 开口说话时 他庞大魁梧的身形 便以飞奔而来 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 砂锅大的拳头 已经轰到了杨开面门前 杨开出来乍到 对此处轮回界的一切都极为陌生 有意想试验一下 自身的舞蹈水准 和别人有多大的差距 所以面对这一击 他没有躲避的念头 在旁人看起来 他好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正正地站在原地 轰的一声响动 整个擂台似乎都抖了三抖 吕安国势不可挡的一击 没能取到应有的效果 在那足以轰死虎豹的拳头下 杨开电光火石地出了一圈 与他对手 结果便是杨开身形不由自主地朝后退去 直退到擂台的边缘处 一脚狠狠踩下 强行静住自己的身躯 那脚底四周的木板 立刻出现了一圈放射性的裂纹 而吕安国只是后退了三步便稳住了身形 略有些诧异地瞧着杨开 回观人群更是发出一声惊呼 之前嘲笑杨开的那些人都满目震惊地望着他 擂台上的两人起行差距巨大 众人都以为一个照面就能分出胜负 乃至生死 谁知看似弱小的杨开 居然挡下了吕安国的一拳 固然狼狈至极 却真的挡下来了 对围观之人来说 热闹越大越好看 一面倒的争斗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眼见杨开退而不倒 当即发出叫好声给他鼓励打气 吕安国眉头皱气 夸吓得海口没能如愿 让他的脸面有些挂不住 冷哼一声 小子还算有点本事 挡得下某家一拳 我看你能不能挡得下两拳 三拳 他脉动步伐 咚咚咚地朝杨开冲击而来 而通过刚才那一拳 杨开已经大致判断出了自己的实力 与吕安国比起来 彼此实力差距不大 有差距的只是彼此的身体力量 所以他才在刚才吃了个亏 杨开有些哭笑不得 多少年了 还没人能在力量一道上让他吃过亏呢 到这轮回界却是尝了个仙 己身已在擂台边缘 再退的话就要掉出去了 所以面对吕安国的冲击 杨开身形晃动的朝前迎击 左手挟刀出窍 一抹亮光闪过 惊讶天地 两道身影交错而过 杨开徐徐收到 欲知后事如何 混迎继续收听《五炼巅峰》 第四千零七集